数天前,停放在某机场上一架新的孕妇20运输机,旁边停放一架1278加油机,当时就有分析称,那架孕妇20就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大型加油机。 突然来临的惊喜,12月5日下午,消息传出,孕妇20加油机首飞成功。 自2016年6月服役至今,仅过去两年时间,孕妇20加油机就进行了首飞,这不得不称赞西飞的研发速度,不过,同孕妇20研发神速一样,大型运输机和加油机都是中国空军极缺的机型。 孕妇20运输机从开始研发到首飞仅用15年,在孕妇20基础上研发加油机,是在孕妇20交付后的两年。 据军事人士分析,中国首款自主研发的孕妇20加油机最大输油量,同一尔-78相当可达65吨,远大于当前空军主力加油机的18吨,孕妇20硬管加油CG。 中国现有主力战机基本都具有加油性能,包括肩负10系列,肩负11系列,肩负16和肩负20,但是苦于此前仅有三架一而-78,数百架四代,五代战机均因为加油限制,远程打击能力得不到发挥。 因此,分析称,远复20加油机的出现,中国空军的远程打击能力将会倍增。 不过,消息称,这次首飞的远复20加油机不会采取目前被认为最先进的硬管受油技术,而是采用一而-78一样的软管受油。 鉴于中国当前大多数战斗机都是软管受油的设计,因此,软管受油的加油机更为迫切。 按此前媒体报道,中国硬管受油技术也取得了突破,将来扩将生产硬管加油的运复20加油机,为新一代肩负20等新型引申战斗机提供加油服务,运复20加油机CG图。 另外,有报道称,运复20加油机将采用最为先进的设计,设计上取消了便于目视加油拍照机位,而采用更舒适的舱内电子化操作替代目视操作,该项技术无疑会提高加油的安全性和速度。 当前,美额也只有一小部分新型加油机具备该技术,运复20的研发成功,大型运输机的短板被补齐,现在运复20加油机首飞成功,意味着可能在未来两年内将可以交付空军,对已经承受了数十年的加油机的短板终于可以得到解决。 此外,分析称,运复20还将改进成大型预警机,当前,因为没有大飞机作为平台,在空警2000之后,中国研发了空警复500预警机,一旦运复20大型预警机研发成功,中国的空中预警能力势必又要上一个新台阶,再延。 JF-17 据阿塞拜疆消息,阿塞拜疆正在与巴基斯坦就出售JF-17进行谈判,已经接近达成协议,阿塞拜疆有望成为巴基斯坦,缅甸,尼日尼亚之后第四个装备JF-17的国家,目前缅甸,尼日尼亚已经到货开始飞行。 另外,马来西亚,伊朗等表示愿意购买,阿塞拜疆购买的是JF-17Block II版本,主要系统与Block II相当,但是有可能换装向控阵雷达,目前为止,JF-17飞行时间累计超过了4万小时,装备近百架,受到巴基好评,JF-17Block II飞机具有许多优点,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优点是具备空中加油能力,飞机的机载设备和无线车, 电电电子防御系统已经升级,配备了YESA雷达,阿塞拜疆方面目前正在考虑要不要YESA雷达,在阿塞拜疆之前,伊朗也表示将考虑购买JF-17,在2018年11月27日,伊朗空军表示正考虑中巴联合的JF-17战斗机,不过伊朗受到联合国武器禁运在2020年10月解除, 接近后伊朗迫切需要进口战机,并取代老化的战斗机,骁龙大杀器,本来伊朗没有看中JF-17战斗机,在2016年初,俄罗斯媒体报道了伊朗与中国就肩负时达成80亿美元武器交易协议,经常被各大头条新闻引用, 不过至今没有消息,看来应该不实,戏剧性的转变是伊朗一架无人飞机,2017年6月误入巴基斯坦领空,结果被8空军骁龙战斗机发射空空导弹干净漂亮干掉,一下让伊朗对JF-17刮目相看。 有了足够的信心,JF-17的价格比J-10和J-30更小,考虑到伊朗经济的压力和后期成本,特别是伊朗空军据说长期资金不足,因此,JF-17有很大优势,对于伊朗来说,还可能得到技术转让,因为该国经常受到国际制裁,更需要转让战斗机制造技术。 对于巴基斯坦来说,向伊朗推销JF-17是一回事,批准出售将是另一回事,成不成,还有待观察,马来西亚对巴基斯坦的JF-17战斗机表现出兴趣。 马来西亚国防部长自爆丑闻,空军只有4架苏富30MKI能飞,正在考虑进口战斗机。 马空军有18架苏富30MKI,还有8架美国F-18,现在都老化整退役了,计划采购36-40架新型战斗机,预算18,4亿美元至24,6亿美元,用已装备三个新的战斗机中队。 JF-17,近日马来西亚在巴铁举行的国防装备展上,对巴基斯坦生产的JF-17战斗机表示了极大兴趣。 据报道,马来西亚军方官员今年在访问者中占有重要地位,马来西亚皇家空军司令高兴地说, 我们是第一次参加巴基斯坦防务展,我们对展览的标准印象深刻,尤其是巴基斯坦在飞机制造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,目前尚不清楚马来西亚是否有计划购买这架飞机。 今年巴基斯坦空军在JF-17外销上已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,两次飞向海外航空展,第一次是8月下旬在波兰的拉多姆航展,两架JF-17出现在庆祝波兰空军100周年的活动中, 第二次是参加了11月在珠海举行的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展,巴军骁龙飞越中国数千公里,停在三个基地,其中包括两个夜间停留, 并于10月31日抵达与热情的中国观众互动,该支队于11月13日返回巴基斯坦,为什么JF-17战斗机在国际市场上前景越来越好? 缅甸版本JF-17,个人认为,第三世界空军虽然口袋紧张,仍然要求高大上的三代机,奈何美制F-16动不动就是数千万美元一架,还要附加政治条件。 至于欧洲的阵风和台风,BF-16甚至F-35还贵,印度36架阵风花了78亿欧元的天价,至今被批贪赃腐败吃回扣,弄得印度当家人挥头挥脑的。 俄制战机,贵不说,保养还不容易,事实上,现代战斗机尤其三代机没有以前二代机一样便宜, 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装备不起更先进的战机,不能承受费用。 除了美国的那些爪牙国家之外,谁会掏一致两亿美元买F-35或者阵风台风之类,即使是PLA的自用版本J-20也非常昂贵。 CM-400AKG超音速巡航导弹 中国研发的CM-400AKG超音速巡航导弹已经配到JF-17上试飞。 超音速巡航导弹全长5、2米,最大射程240公里,最大速度4马赫。 在2013年的迪拜航展上中国第一次对外展示了这款导弹,JF-17装上相控阵雷达和中国的超音速导弹之类,除了航程和外挂能力,完全秒杀F-16,一瓶三显绝对高大上,还可以空中加油,真是第三世界空军的好货。 出口看好,未来唯一担忧可能是巴基斯坦航空联合体生产能力跟不上,如果阿塞拜疆买了Block-2,巴基斯坦航不仅要满足自己的空军需求,还要满足当前客户的需求,缅甸空军和泥、日地亚空军,所以巴铁正在建设生产线,增加生产能力。 巴铁当然很高兴看到中国和巴基斯坦能够共同努力,打造世界上最好的飞机,对于下一代战斗机的出口,最好的办法是,中国和巴基斯坦能够继续合作基础上,巴基斯坦兄弟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,可以以肩负20为基础研制隐形飞机,这样极能承受得起费用又不会失去其强大的作战能力。 米格-35战斗机的所有测试即将完成,按照计划第一批6架将于2019年交付给俄罗斯空天部队,米格飞机制造公司对它作为一个成功的出口产品抱有很高的期望,并将其定位为4,4代战斗机。 但专家指出其实质是米格-29KR的升级版,之前军事专家认为米格-35没有找到合适的有源向控阵机在雷达会阻碍它出口的机会,但最新信息显示米格-35即将打破这一说法。 而米格飞机制造公司首席执行官Ilya Tarasenko证实了这一消息,使用Fazotron GKA-1雷达后米格-35将可以发射射成为130-260公里的巡航导弹,从而大大增强了它的打击能力。 目前米格-35已申请参加了印度空军的新招标,一旦成功将获得110KR。